各位觀眾朋友 晚安 我是阿關 這不是新聞 這是新聞背後的真相 台灣即將有一位新的AIT女處長 要來上任了 這是史上第一次 我們知道AIT不只扮演著 台灣和美國之間 重要的溝通橋樑 而且還進行很多 你所不知道的秘密任務 等會來告訴你 同時要告訴你的事 你絕對想不到 竟然警察自己包庇警察之外 還集體霸凌 警察還霸凌自己人 縱放人犯 這是有關係就沒關係嗎 還有很高興的是AZ又來了 在今年有62萬劑AZ來到台灣 問題是AZ剛開始 因為產生很多的打完猝死的案例 所以AZ的施打率一直偏低 有了莫德納之後衝高到96% 那麼現在這一批AZ又來了 台灣人為什麼那麼不喜歡AZ 會不會有AZ迷思呢 等會兒幫你來解一解 剛才介紹來到節目現場的來賓 邀請到腎臟科醫師江守山 大家好 好 現在是要來談談 到底我們七月底之前達到25% 解封有機會嗎 25%有機會嗎 也邀請到前雄三飛彈總工程師張誠 大家好 邀請到星光嘉一科醫師柳彭時 大家好 以及財源專家賴先生憲哥 阿觀好 大家好 他們是議員 鍾小平 大家好 前夕是警官 高仁和 阿觀好 大家好 好 今天開始關 帶您來關心的是 警戒封紀又在出包了 而且這一次竟然是警察對警察集體霸凌 我們來看就是在今天最新披露的新聞是 想不到在宜蘭分局長竟然有一個小隊長 罪歐值班員警 結果呢 宜蘭分局長的警察呢 巡官表示很多人 據說有高達20個警戒的高階主管 逼和解還把基層送法辦 你逼和解就算了 你還把基層送法辦 甚至於現在曝光幕後黑手很有可能 就是分局長 到底發生什麼事 好 那這是一個到底 內行的A先生他報的料 真的是內行的說 我們來還原事件的始末 在2018年的10月16號凌晨3點 在郊西分局的忠孝派出所 有一個應該是菜鳥員警 在那邊值班 結果有一個計程車 是載了一個喝得醉醺醺的人進來的 我問我兩個扶他 他說警察主委說 你為什麼 你從本來這裡要送什麼 他就不知道要找到路銷銷 我就沒有 我錢沒有要死我 你們發作替我處理 今天這司機就跑掉了 跑掉那些人就把他原理說 我告訴我 我是警察隊的修隊長 我是大家分局的警察隊的修隊長 我先去哭 你說你有新聞前證明嗎 沒有啦 兩個就剛才嚕嚕的 開始就開始麻 那個修隊長先去哭 他就開始麻 三字經 五字經開始麻 麻了兩個在那拉拉扯扯 兩個都拔刀 手腳都受傷 騎哭哭 這個驚動在裡面的 那個派出所謂搜尋 那個李所長跟陳副所長 他們都在睡 晚上三點他們在睡 快出來看 這個看 他們就知道 這明明自己的人 自己人 自己的人 駕著要離開你知道嗎 要把他送這邊引刀 要把那個喝醉酒的隊長 對 要把那個邱小隊長 把他送離開 那個時候那個警員就發聲 高勝說 你們敢將那個妨礙公務的 現行犯代理現場嗎 這是公訴罪 這個直搬員警滿有咖詞的 是啊 這大條 當然他們兩個就嚇到了 嚇到的時候 把他放開的時候 邱小隊長開始麻煩 把他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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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撞撞的 沒辦法那個警員 就馬上把他壓制 壓制以後上了手烤 然後靠在一起 早上六點 開始要把他做筆錄的時候 來的一大堆人 就你說的 分局那些人都來了 來一二十歲 分局的大隊長 就是進出隊的王隊長來了 他說這個事情 我分局接管 我們的電影 我們不是看到嗎 電影管 剛才中央來就沒辦法 有接管 自己的人 這自己的人 大肆化小 但是那個不行 警員說不行不行 這樣不行 齊斑的那個員警不肯 他不肯 因為這名字妨礙公務 不行 不然大家就剛才說 不然婦 那個派所 婦所長 說好 不然我來做那個筆錄 做妨礙公務的筆錄 做了的時候 還要讓他們送出去 送去分局去 送去分局那個時候 就分兩個 開始怎麼樣 他們現在就開始跟他說 好改 這個大事好改 我跟你說 你如果不好改 婦局長有支持 你會很慘 逼和解 對 那個王偵查隊隊長 逼和解 你如果不好改 婦局長有支持 以後你會很慘 我們現在劃分兩頭 這邊就是在帕塑這邊 帕塑這邊就說好改 好改好 就說說說悄悄的 悄悄的 悄悄的 後來就叫他們 帕塑的人做一個 佛改書 8萬8千塊佛改 大家就有佛改書簽了 另外在分局那邊 現在我們這個邱小隊長 當事者喝到水蒙蒙的 他現在在分局 做彼錄 但是當事者 這個遊警官 遊警員也是要去做彼錄 結果做彼錄的時候用什麼 用傷害和公然侮辱 傷害的兩個 完結嘛 公然侮辱的一個 馬三字尖 但是避開妄礙公務 妄礙公務是公訴罪 這兩個都是什麼 不夠不理的 結果這樣不行 不行的時候 先說你依賞的 你不可以用妄礙公務依賞 因為你在 帕塑有簽一個妄礙公務 對不對 不可以用這樣 你要用保護管署依賞 保護管署依賞的時候 副所長就下去寫 寫一張保護管署的檔案 結果那個警官不簽 他就拿著他把它抖 抖起來 這樣就變保護管署了 保護管署現在說得好 所以他們是蓋章 不是簽名對不對 對 所以我們來看 這就是當時 這位值班的員警 不願意簽字 結果被蓋章的文件 後來也曝光了 對 現在邱曉隊長 偵訓完了以後 就偵訓有警員 因為一定要兩邊都要偵訓 理破你知道嗎 你偵訓有警員的時候 我們偵討隊長站在後面 先說邱曉隊長會站在後面 就是這個畫面 先說就跟他講 你要講 不妄要講我 要講不妄要講我 要講不妄要講我 沒辦法 這不是威風嗎 你以前要講不妄要講我 有對不對 結果大事大條 就是我們剛才說的 就是變偽造文書 那個保護管署已經變偽造文書 你說那個倒楣的值班員警 是啊 所以到2019年的5月的時候 那個油圓警他就覺得說 這個八萬八我沒辦法開 從我拿去捐調 但是10月來了 宜蘭調查局 管 宜蘭管警察局的独殺独殺 直接從我把他依賞 依賞是什麼 第一 貪污 貪污收費 八萬八變貪污收費 第二 縱犯人犯 這事情都大條 現在已經依賞 宜蘭的責金屬在進版了 所以這不是集體暴零站 這就是集體霸凌 而且是群體施壓 這個警察 有時候基層警察 跟對人跟跟錯人 像上天堂跟下地獄 趕快同工不同酬 是做得要假死 像今天這個游信的同仁 他是被值班 就是那個值班的菜鳥 他是被上面20幾個人來關心 如果說反過來 這20幾個人來挺他 那個喝酒醉他完蛋了 喝酒醉那個是隊長 當然是挺隊長 不是 我的意思是說 他就是在在地的地方 已經沉去後 所有的人都支持那個人 所以這個比較年紀輕的 有信警察 他可能就是要受上面的一個壓力 或者說其他的一些官司 來縮情 才跟他合警 反正就公公相互 這都有 我說這個我可以扶責你嗎 雖然是過這20年 我以前比較鎮腳的分工 酒駕那個時候剛剛開始沒多久 那個時候稍微0.55以上在送法院 0.25是開發單的 我們單位裡面 那天我職日 我到地班了 我們單位裡面那個交通隊 一個也是年紀不大 畢業兩三年而已 在一處攔到了一個 像世宗 打個臉帶 一看就是一個公務人員的 高級長官那種情形 就是開黑頭車 他把他攔下來 盡情酒測 超過0.55 超過0.55是移送法院 但是以前移送法院 是先送到刑事組 我們傳真到地檢署 等地檢署回傳 我們就把那個人釋放回去 那個現場被他攔下來 那個人說 不好意思 今天我有聚餐 我是行政院的一個參事 某某參事 你剛剛參事 其實我也不知道叫參事 那是買的 我才知道 不曉得 那個警察 年紀輕那個警察 當場回他一句話 台市 中市 華市我都知道 我沒聽過參事 就跟他講這句話 那個就開始都不講話了 他不講話 他把他一樣手銬靠著 就把他帶到分局來 帶到分局來 我說奇怪 你扣了車 人七中比挺 也都不跟我講話 就把他靠在那邊 學長這個交給你 這個酒駕 我就交給我就交給我 他也都不跟我講話 我說你叫什麼名字 什麼名字 我登記完之後 他有跟你說是刑事員參事嗎 他沒跟我講 這段過程那個交通隊 警察都沒有告訴我 我就說是酒駕 那我待會要傳真先給隊長 然後再傳真給地檢署 傳回來嘛 那個很快喔 沒多久 大隊打電話來 交通大隊打電話來了 你們現在是不是有扣留一個某某某 我說有啊 他說等一下我們大隊長要過去了 分局長也回來了 副分局長也下來了 我們刑警隊隊長也都回來了 來這麼多官啊 回來 你看那個年輕的交通隊員 來這麼多大官啊 年輕交通隊員也尷尬很好啊 沒關係啊 反正學長幫我簽收了 你們看怎麼處理啊 你要放就放啊 我怎麼敢放 我怎麼可能敢放 可是你不放 通通就是高德能 你把他送的啊 那他們有沒有也像剛剛那個畫面 一樣排排戰 通通排排戰 通通排排戰 你有沒有被打 沒有 不會 因為那個時候其實就 你的頂頭上司也排排戰 對你施壓就對了 通通排排戰 沒有 沒有人敢說話啦 只會一直看著那個消通隊員警 這個有確定是超過0.55嗎 有確定是超過0.55 問了兩三次啦 量過了當然有確定啊 就希望說能不能重吹一次 重測一次 那個年紀輕的警員很 我都常常很多硬漢 得不到上級的賞識 沒辦法還是把它移送 移送那個時空背景 那都是酒駕罰錢而已嘛 罰錢都罰 沒辦法啦 可是他心裡就有一個感覺 很不好啦 我給你表明我的身分啦 你們這裡所有的頭都 就像你沒辦法 我是講真的 那個交通隊那個員警 後來他也沒有巡邏的 他就去站大門 就去騎大門 正經騎大門 而且站大門還站很長的一段時間 因為我想說 單位裡面像這種 有時候是成年舊案 你記不記得以前 沒多久 反正他後來被秋後算帳了啦 秋後算帳很正常的啦 你在單位裡面 講真的 不只是警察人員 很多機關也是一樣的 你如果不跟人家相通一下 你怎麼去做 地道你也不知道 可是你把 就是沒長眼 他動作脫手 我去切 他去打我 他來脫手 沒那麼容易 所以有時候我們 要看當時的現場狀況處理 你看喔 每幾個月前 北投有一個趙介佑很有名 是 他不是給我破一圈相片說 你在北投分局二樓借體人犯出來 還可以打卡拍照 拿那個便當給他吃 就不畫面這一位嘛 對啊 你看 在2018的事 在2021被派出來 為什麼 救案 救案 那個時候其實現在很明顯的 警察他有分幾個派系 這個地道人 這個就一直去 這個地道人就去顧山頂了 所以那時候有 診斷一些很多 比如說哪裡犯錯 那個松山分局 還是哪個地方 都會有這些事情出來 但是最重要的就是說什麼 他今天把他挖這些東西 為什麼 七月大班風 今年七月 就這個月 對不起 那我打個岔 所以任何寧意思是 舊案心潮必有鬼囉 這個案子呢 回到新聞 宜蘭的這個案子呢 其實是2018年啦 也是三年前的 所以他這是三年前的案子 突然之間 周刊用非常多篇幅披露 有問題囉 因為七月很多 三年級的要畢業了 三線 一星以上的要退休了 那退休的這些人 一個蘿蔔 一個坑 這個人離開後面的人要貼進去 就是要有缺額 不排除是內鬥 是誰在搶 不知道啊 還是人家真的就是喜歡你 要你來就來 這不是這樣子的 所以很多 包括在更早以前 陳進新他們那個白曉燕案 在民國87年 有一次在武昌街的一個槍戰 很有名的槍戰 很有名的槍戰 當時不是有一個 曹立民一個同仁 都被受傷那種因公殉職 還有另外一個學長受傷 黃信才受傷 當時後來要受接嘛 就是說因為林春生當場被隔壁 有的說他自殺 有的就是說當場反正他就死掉了嘛 後來一群官警 通通要升官啦 升官 然後那個 現場真的有在現場攻劍的那個 他就退後一步說 就是這個畫面 他說我不想破格 他為什麼不想升官 他說這個不公平 有偽造文書之嫌 就像這一次這個案子 有偽造文書之嫌 那時候局長王信旺 我說要給你升官 你為什麼不升官 他說今天也很有誤字 他才退後 所以後來清查 陳玉甄檢察官還特別發查 查下來他本來寫的內容說 曹立民同仁到現場 未發一旦就被歹徒擊斃 一查下來不是 曹立民第一個到現場 跟林村山有互相開槍 他的槍裡面確實有急發 有開槍過的痕跡 後來他們那個主管 有到現場 沒開槍 報告裡面寫說我開三行 所以在現場排排在那些 接受供需的 可能有人根本沒開槍 有的連到那邊 還搶功勞 連可能到都沒有到現場 沒到現場的也去接受供需 所以後來陳玉甄檢察官 把他起訴以偉照文書稅起訴 還把他免職 但是後來隔了一年十個多月 雖然把他平反了 寫說算了 就當作你有開槍 當作你有開槍 你開就離開 有開就有開 第一件那麼久 就算你給他負職 那個長官他也不快做 因為警察的系統裡面 他如果現在沒有一個公正的 一個客觀的一個平衡 他就是像這樣會有內鬥 好 我們回來看疫情 現在不只是要管控疫情 希望疫情不要失控 同時也希望不要餓死人 比病死人多 所以在今天媒體的頭版頭談到 我們是不是有機會在七月底 拼25%的疫苗覆蓋率 但是很難 為什麼呢 因為如果我們七月底要拼25% 我們就要打五百七十五萬人 但我們現在只打了兩百多萬人 我們還差三百多萬人 我們真的有辦法打那麼快嗎 為什麼疫苗接種的速度 怎麼樣歸速呢 累計接種兩百七十四萬 五百四十人次 那整個疫苗接種人口 涵蓋率約十一點四五百分之 就是中央其實有希望 疫苗的覆蓋率 在月底的時候能夠達到百分之二十五 不過呢 目前我們有沒有想辦法 可以提高我們施打疫苗量 有 那當然就是說來的量越大 那施打的速度就需要加快 那我們最大量 到過十八萬多 那將來當然 如果有更多的量 那當然可以增加更多的線 讓它能夠打得更迅速一點 相對前一段時間 AZ的一百多萬劑 然後跟現在莫德納兩百多萬劑 在進行的情況下 我們對大量的接種地方的能力 我們都有信心 好 來問江醫師 我們希望趕快加快速度拼接種率 好 但我們現在接種率呢 今天最新公布出來的數字 十一點四五十在歸速啊 怎麼這麼慢啊 那我們真的有機會七月底拼到二十五% 如果拼到二十五%就解封有望啦 沒錯 可是為什麼會慢喔 這是一個很有趣的問題喔 慢就是有很多的瓶頸 對 目前看起來喔 我們自己因為行政規劃能力的衰弱 或執行能力的不好 我們有太多的瓶頸 我舉個例子來講 像我自己服務的診所 申請要做疫苗合約診所 申請一年沒有人要理我們 我也不曉得為什麼不給七層診所打 對 因為像AZ根本就冰箱冰就可以了 對啊 那你為什麼一直把它當作莫德納 或輝瑞的冷鏈思維來規劃 事實上我們剛開始 沒有莫德納的時候 我們AZ根本冰箱就可以打了 對啊 那打疫苗什麼高科技呢 有沒有醫生不會打疫苗的 不可能嘛 台北市有兩千家診所你知道嗎 他為什麼不給診所打呢 對 所以你把它通通開 速度就快了嘛 你馬上施打速度 馬上跳一倍 你要冷鏈的 那道特殊的醫療院所打 對 或有冷鏈設備的 那你不需要冷鏈的AZ 你就一般診所 衛生所都可以打啊 所以 第一個問題是 我們對於施打疫苗場所 我們本身就沒有在利用 現有的醫療能力 第二個 我們甚至連 說真的現在診所聲音也不太好嗎 幫忙打一下疫苗嘛 沒有 其實醫生做這種服務 因為有時候你也是服務那些老病患 醫生是其實不會太計較說 到底有沒有收到錢 因為你服務 你周邊的病患都是你的 現在其實也不像過去人那麼多 對 那你為什麼不利用這些醫護人力呢 對 所以你可以利用的人力 場所你不利用 然後你證據也不準備 對不對 你打那個0.5CC的 你用3CC的空針打什麼 你知道嗎 3CC的空針那個刻度那麼大 我們根本看不準是0.5還0.6啦 那個3G政府沒有準備啊 就是沒準備啊 就是沒準備啊 所以你第一個 你這些施打的東西準備 你準備在什麼東西 第三個好 現在眼看著這個 1500萬劑的BNT疫苗 可能要進台灣了 到目前為止 我們負70度C的冷鏈 當初發包出去的 只有多少 50萬劑 那我問你啊 1500萬劑 其他放在哪裡 對 要擺哪裡去 不根本你就進不來嘛 所以你會自己形成瓶頸 讓你根本沒辦法打下去嘛 這個瓶頸討厭的地方是 你是整個環節裡面 只要有一個瓶頸 你前面再多也沒有用 就卡住啦 對啊 所以你到時候就會打不來 打不來的話 你解封的風險就會拉高 因為你有太多人不受保護 我們來看看其他國家的經驗 沒有足夠的覆蓋率 你會發生什麼事情 來 我們看一下一張 你看沒有足夠覆蓋率 會發生什麼事 這一塊 這個是休息老師做的報告了 滿有意思 他是說 如果我們要想辦法 讓我們的確診數 每天都在二十幾例的話 我們至少一天要打 15萬人才夠 對 但是我們現在一天打多少人呢 8到10萬人 非常慢 比打流感還慢 你要提高50% 這個以目前的準備 事實上是很不足的準備 你要提高50%是很大的難度 所以我們前有疫苗數量不夠 後有疫苗施打的配套不完成 對 層層的瓶頸都沒有去打開 好 那我們往下來看 我們來看看國外的情況 你不打開會有什麼結果 你知道嗎 你看喔 西班牙不是要解封嗎 因為他經濟受不了 他觀光客沒有了嘛 結果呢 他的確診就爆症 而且爆症最主要是誰你知道嗎 未接種疫苗的年輕人 你看看喔 他們年輕人喔 目前因為剛開始 大家都從老的打嘛 80歲以上 他打到階級100%喔 兩劑喔 可是年輕人你看 打兩劑多少了 11 9.6 那最年輕那個喔 才現在剛開始打的 0.6 很低的比例 那這個年輕人 因為他會趴趴走嘛 年輕人他要上課 要上學 要幹嘛 要打工 這些人的活動力很強 那你打得很低 結果他就大量的爆增 這個確診數 他沒辦法 少年來賺家 對啊 所以他也不能像老人家說 整天我在家裡 我不要出門啊 我危險 我不要出門可不可以 他不行啊 過日子啊 對啊 他上學上課啊 所以這個就會造成 大量的爆症 的確診數 那你想想看 台灣如果這樣 因為這樣而解封 那我們年輕人 到現在也都沒有打嘛 那你的這個病例數 要怎麼辦 好 我們看下一張 好 我們當老人家 是為了預防重症嘛 但是其實病毒 並不會挑 你是老人還是年輕人 所以感染這件事呢 沒有再挑年齡的 只是老人家得了之後 比較危險 所以先打老人 我們覺得是合理的 問題是 並不是年輕人 就不需要打啊 是啊 而且更可怕的是說 隨著病毒 它天然的變種 突變眼鏡 它就開始 從它本來傷害老人家 喜歡感染老人家 它現在變成喜歡感染 年輕人它也不愛感染了 它對我們的組織 細胞越來越熟 所以它開始感染 你看看喔 英國也是啊 英國的印度豬喔 你本來在五月之前 這個整個印度豬的比例7.7喔 你現在變多少 78.3 所以大量的豬 而且最主要是增加 是誰在增加你知道嗎 五月到後來這個六月之後的 增加的是誰 年輕人耶 都是這個年輕人耶 這是十二歲以下耶 這是十三到十七耶 這十八到二十四耶 所以只有年輕人 乘兩三倍比例的拉高 這些人其實大部分都還好 沒有什麼改變 所以你可以看出囉 這個印度豬本身 他喜歡感染年輕人 所以年輕人暴增 你看看在這個五到十二歲 跟十八二十四歲增加了五倍 五到四十九歲 整體增加二點五倍 所以這個東西是我們的 現在的危險 其實沒有一個醫生有把握說 印度豬不會正式進入台灣 我們一定要想說 印度豬會進入台灣 好 所以我等會要來問江醫師 今天熱炒的話題是 與其開放殘劑 不如開放爽約劑 有醫師提出爽約劑 就是預約之後不來打疫苗 現場的疫苗是否可以開放 給其他民眾施打 那到時候我想在聳約的人 就跟以前大家在講 這個殘劑一樣 相對都會比較少 那未來我想在設計的裡面 他可能有一些 就是可以在現場來補 來補等候的或者補燈的 相關的一些程序 那這一切等我們這登記的意願 看得比較清楚的時候 那再來做一定的程度的公佈 如果大家目前 如果真的沒有人打 我們當然就會把它拿出來 往下開放 然後沒有道理放在那裡等 所以要來問江醫師 你贊成開放爽約劑給 這些必須要每天爬爬燥在外面 為了養家活口再打拚的中壯年嗎 我100%是贊成 我們來看幾個例子來講 像這個Data病毒漸漸的侵襲全世界之後 我們認為它會進台灣之後 其實它有一個很奇怪的現象 你注意看看 我們疫情剛開始的時候 我們常常有一個家人被傳染 一個人被傳染的時候 他傳染就家人一個兩個對不對 對 你注意看看最近 常常英國租進來都已經變成說 一旦家人被傳染 所有的人都全部都被傳染到 無疑性免 現在台北市在安寧度下 對 無疑性免 加護傳染率很高 對 那這個是雪梨的Data 雪梨的數據 他看到雪梨的Data病毒病毒 加護的傳染是百分之百 只要他進了家門 全部通殺 所以這個是一個很可怕的現象 所以為什麼說 現在我們有些老人家 他因為害怕疫苗的 這個施打的併發症等等 他不肯打 不肯打你怎麼辦 你不能強迫人家 他有人權 可是你可以把它作為年輕人 就打一遍 對不對 因為老人家 其實活動力低 他很多人都不出門 如果你家裡有七八十歲 老人家不肯打 那你不如打照顧他的人 對 你就把它圍一圈 那就可以產生所謂的 群體免疫的效果 就把它圍住了 反正他不出門 而且他出門被控制住了 所以他就不會被傳染 所以為什麼我贊成說 這個爽約 這個 既然老人家約了 又不會有來 乾脆就給年輕人打 對 你就把它打掉 打掉之後 他一樣有保護效果 不見得一定要打老人 好 所以 疫苗打得多快 關係到我們什麼時候解封 什麼時候解封 關係到我們的經濟 有沒有可能會崩潰 在6月初到今天的7月初 整整一個月 我們的RT值基本上都是在1以下 我們的台灣的支持率一直 其實都是在下降的 康復率呢 總體而言累積是75到80%的康復率 那以每日康復率來講 基本上都維持在這個10到15% 我們的解封指數 目前來到是0.32% 那麼在0.5%以下 對於解封指數是可以來做解封的 能不能在7月12號解封 應該也是看那個時候的疫情期下 其實是說30以下只是其中一個 可能可以考慮的條件 但是另外還有一個說 你確定社區裡面沒有不明原因的 傳染源的時候 如果說還有很多沒有寬類的 在外面跑的話 你就不適合前面解封 李璧琳說7月要解封 兩個條件 第二個條件 每天的確診數30以下 第二個沒有不明感染源 在不解封 有越來越多人被夭洗 因為5月份的失業率創效 9年同期新高 住宿餐飲飯店衝擊非常大 有12.6萬人產師工作 只有12.6萬人嗎 恐怕黑數很大 特別是在今天有非常多的學者 開始呼籲 說我們應該要適度解封 因為我們的失業率已經創下紀錄了 而且醫生說 不要那麼在乎佳麟 因為現在全世界都在想辦法 在疫情控制和經濟崩潰之間 找一個平衡點 而台灣呢 如果在執著佳麟的話 我們恐怕要到最後一名了 因為經濟學人有做一個正常指數的排行榜 台灣竟然是全球倒數第二 憲哥 是 我們現在說有一號沒有兩號 有新墓就沒有無墓 你如果說這邊疫情要加齡 我跟你說 經濟絕對丟掉 而且經濟的颱風已經成形了 我們已經看到那個光 什麼光 失業率 五月份主機數4.11 是七年半的新高點 而且這也代表什麼 就業市場開始要大雪崩了 文化大學的副教授 新副教授說 還有兩個黑數 第一個黑數就我們現在的一個 勞動參與率是58.82 但是你如果你在家裡有領事業救濟金的人 不算在4.11裡面 第二個就是說你每個月 你的一個工時沒有不滿35個小時 這些有60萬人 最近有60萬人 低工時人口 低工時人口算起來 一天一天我們做1.6個小時 這裡也算有就業 另外我們現在就是說 在家裡的私業 一般來講就是平薪的那些有沒有 一萬三千人對不對 那裡面黑數要很多 那有的公司都跟你說 你暫時在家裡休息 不然你上這個禮拜 我上這個禮拜 其實這一些如果加加種種起來 將近有60萬人 好 所以我們來看到 失業率數字來到4.1 其實它是斗角度攀高 但這個數字就代表真相嗎 當然不是的 這個數字本身是失真的 剛剛憲哥其實談到了一個叫勞參率 我們把勞參率稍微講一下 因為觀眾朋友可能不知道 如果你領了紓困金 待在家裡沒上班 這一群人有沒有在4.1裡面 沒有 政府竟然說因為他領事困金他就不算 所以他沒有在4.1裡面 而這一群人有多少呢 從我們的勞參率58.8你就知道 換句話就是說100個應該去上班的人口裡頭 只有58.8人去上班 也就是說有42個人 100個人有42個人他是待在家裡沒上班的 這42個人怎麼可能只有4.11%呢 所以我們的失業率是吃真的 這是第一個 第二個低工時人口竟然增加 增加不是台灣只有這麼多 增加了60萬人 但我們的無薪假以及減班的人口竟然在勞動部那裡 只申報了一萬三千人 那這60萬人竟然就一萬三千人在官方數字顯示 換句話有47萬人沒有出現在勞動部的減班跟無薪假的人口 這些是不是我們的失業率 當然是啊 所以我們的4.11其實它是一個失真的數字 真正龐大的失業潮恐怕在7月份會來到 憲哥 是 那目前來看 經濟學人他有對全世界50個國家 做一個正常生活指數 什麼他在50個國家裡面 他所佔的一個GDP是90% 另外他的人口佔76% 結果台灣是排在第49名 43點多 那也代表說他這個指數 代表台灣目前來講面臨了一個窘況 那他有三項指標 第一個指標就是交通跟旅遊 第二個指標就是休閒跟娛樂 第三個指標就是你的零售跟工作 還有八項加在裡面 那所謂的正常是什麼 2000年3月以前叫100 他的指示100叫正常 2000年的4月馬上掉到35 全世界整個封城那叫不正常 那現在全世界這50個國家的平均值在66 那台灣是43 那台灣在三項指標裡面 全部不及格 除了這個以外 現在大家最擔心的 我們剛剛講失業率4.11對不對 還有還有 因為現在面臨的 所謂今年畢業即將失業的28萬人 如果這28萬人出來都找不到工作 那你想想看 再來我們將面臨了一個 就業人口的大雪崩 好 所以我們看到 正常指數全球排名第一名的 竟然是香港 他的指數高達96.3分 第二名是紐西蘭一直防疫做得很好 他的分數高達87.8分 那台灣幾分呢 台灣43.7分 台灣竟然排名全球倒數第二 也就是49名在50個國家裡頭 所以我們往下來看 我們會發現 在所有的指標 我們通通是不及格的 運輸交通呢 好 灰色這條線 就是100分的線 我們不只都在及格線之下 而且畫面上你可以看到 我們出現了雪崩式的下滑 我們的工作零售出現雪崩式的下滑 我們的休閒娛樂當然也出現了下滑 所以再不解封 真的有可能餓死得比病死得多 問題是解封最重要的關鍵 仍然在疫苗接種率 今天又有AZ來了 很多人說AZ又不敢打 AZ真的那麼危險嗎 真的膚險那麼高嗎 我們先來看 今天又有62萬劑來台了 前下午3點40 AZ的62.6萬 我們自國的疫苗 會到這個 會到達 整批的有效日期到10月30日 那當然會進行封籤檢驗 今天到貨的泰國AZ 沒有在WHO的緊急使用清單 和之前的日本廠一樣 那有什麼樣子的疑慮 關於這個整個我們當然是選用 在WHO有EUA的疫苗 然後到了之後封籤檢驗 我們也會做完全來 所以這會經過我們的一個 詳細的檢驗才會讓大家來施打 所以請大家來放心 好 今天有62萬劑來台灣了 有幾個問題要問劉醫師 第二個問題是 今天媒體說 我們來的是泰國製的 而這批泰國製的AZ 沒有得到WHO的認可 沒有得到WHO的認可嗎 沒有得到WHO的認可很嚴重嗎 現在對我們來講 現在就是AZ有點奇怪 沒有得到WHO的認可很嚴重嗎 現在對我們來講 現在就是AZ有點奇怪 前一次才發生說 他在印度生產的一批 那WHO認證 可是歐盟不認證 歐盟不認證的原因是說 你上面不是寫AZ 你上面是寫另外一個商品名 所以他針對這個品牌 他不認證 那WHO當然就只是表達遺憾 他說我都已經認證了 這已經是英國的疫苗 歐盟不認證 對 歐盟不認證 所以WHO也只能說我表達遺憾 不過我希望還是大家能夠認證 不過當然對AZ的廠商來講 他覺得說那我就重新送件 可能就是他們要求比較嚴格 你送了這個品牌的商品名 那我就必須要重送這個商品名 可是我們現在面臨的一個問題 我們現在不是遇到商品名的問題 我們同樣都是AZ的品牌 可是只是因為這個品牌的製造廠 我們是在泰國 泰國 那現在WHO跟所謂歐洲的藥品管理局 他現在針對這個廠 這個廠區 他就針對他說 這個產品出來的廠區 他可能不認證 那這時候就變成說 可能我們的指揮中心 可能必須要再去跟AZ的原廠溝通說 是不是在這個所謂的技術文件 或認證文件上 他們送去WHO或送去歐盟的部分 是不是有相關的一個 掃了相關的文件 或者是沒有去做相關的一個 據說這個泰國AZ的這個製造廠 是現任的泰王瓦吉拉隆公的所屬公司 那據說他過去的前科不太好 所以這家公司生產的AZ 沒有得到WHO的認證 民眾一定會擔心 不敢煮 這是第一個 所以我覺得指揮中心講清楚 不然有可能出現環打潮 第二問題還是血栓的問題 這個血栓到底有多高的風險 這兩天媒體有醫生出來講說 大家不要那麼怕 其實是可以早期發現 早期治療可以嗎 主要是大家很會看到最近有一篇研究 不過這篇研究其實他沒有告訴我們說 到底採取什麼樣的一個檢查的準則 可以早期的發現 他說可以用血液檢查 對 他現在意思就是說 我們假如他把這四個個案 特別提出來講 這個個案基本上 他是一個肺靜脈的酸塞 這是一個肺靜脈的酸塞 這是一個我們大腦裡面的 靜脈痘的酸塞 另外這個是在影像檢查中 是沒有特別看到他酸塞 可是在他的抽血的過程當中 認定他酸塞 好 那我們都知道 我們先講台灣的 我們就來比對 來 我們講台灣的指引裡面 告訴我們說如果影像檢查是有 而且血液檢查 第一個要看到血小板有低下 另外就是在有一個所謂的D-dimer 就是這個我們在 血塊的深層當中 他會在溶解過程的產物 他會看到它上升 然後另外有一個凝血 凝血源 他會看到它 平先下降 這基本上來講 我們就可以來判斷 它的確是有一個血栓的情況 所以我們看得到這條紅線 這條紅線基本上來講 就是我們的血小板的數目 所以理論上他都應該要 在這一條水平線之下 就是當他被診斷的時候 另外這個藍線就是我們的D-dimer 所以他如果被診斷 他一開始就是血栓的話 他應該是在這一條藍線之上 尤其是他僅用了四個指引 一個就是所謂的英國的指引 一個就是加拿大的血栓診斷指引 一個就是德國的指引 一個就是所謂的這個國際的 血栓血液的協會的指引 那他去比較四個指引 從這四個個案去看的過程當中 他發現四個指引 基本上都有出現它的BUG 就是他沒辦法單純用一個指引 就可以來診斷早期診斷說 這四個人是可能血栓的 尤其是加拿大的這個指引特別有趣 他如果說你發生的時間點 是在四天之內的或超過二十天的 基本上他就把你打成說血栓的低可能性了 所以如果你看這個個案 他一開始他發生的時間 是在二十三天二十幾天 他可能就直接被打成Unlikely 就是他覺得他不是血栓了 那另外再來就是說 他如果覺得你一開始 你的血栓板就是超過15萬以上 他也覺得你就不是血栓 所以原則上他就會變成 你他的下的這個診斷會非常的武斷 所以他就當作用這四個個個案來講的時候 他發現說那是不是唯一 他們四個的共同點就是有一個 我們知道這個疫苗他會出現血栓 就是跟血小板因子的這個第四型有關係 他說那看起來這四個唯一的共同點 就是這個抗體都是陽性的 所以他只是一個治療的 一個診斷的一個建議說 如果說你懷疑在臨床上高度懷疑這個病人 就是有可能是血栓 那你是否應該要去檢驗這個數據 如果他是陽性 即使他很多數據跟臨床都還沒辦法去 確診他真的是血栓的話 那你可能要先把它當血栓做一陣子的觀察 所以劉醫師結論是 我們一打完疫苗之後 要趕快去做血液檢查嗎 各位可是可惜的是 做這一項的抗體的檢查 不是在臺灣每一個醫院都能做得到 因為他這個檢查基本上要 比較特別的實驗室才能做得到 所以可能只能在各大醫學中心做 所以變成是說他也沒辦法早期說 那我先來驗一下我有沒有這個抗體 然後來檢測說我是不是這樣的體質 然後能不能打AZ 他並沒有辦法做這樣子的一個 一個初期檢測 只能當作一個診斷性的一個工具而已 所以這也是為什麼他目前 面臨這樣子的事件來講 他只能告訴你說 我們只能盡早的把這一些可能 已經出現血栓的高風險的各樣 我們能優先診斷出來這樣 緊接著帶你來關心的是 孫小雅是即將來臺出任的 史上第一位AIT女處長 她不只是外交經歷豐富 而且中文說得好得不得了 還是長期支持臺灣的朋友 幾次都力挺臺灣 I am traveling to Taiwan in two weeks I am the U.S. senior official for APEC so in my APEC capacity I will be traveling to Taiwan to consult with them on APEC related issues Taiwan is a democratic success story It's a reliable partner It's a force for good in the world The United States will continue and this administration will continue to support Taiwan especially as it seeks to expand its already significant contributions to addressing global challenges and in particular its support to its diplomatic partners in the Pacific We believe that China's active campaign to alter the cross-strait status quo including by enticing countries to discontinue their diplomatic ties with Taiwan are harmful 我們剛剛談到 這是史上第一次AIT出現的女處長 這是一個 這是中華民國也是台美關係 美中台的大事 是孫小雅 孫小雅的資歷非常豐富 是喬治成這個大學畢業 那是外交搖來 跟籃球的一個名校 然後她是第一個女性 而且她非常反共 非常支持中華民國的 堅守民主體制 她是 那在2019年那個時候呢 那個時候兩個國家 她用金錢外交 所謂的債務外交老共 就把這個吉里巴斯跟這個所羅門 買掉了 她當時也大聲疾呼的 來痛斥老共 來替台灣發聲 來幫我們講話 而且事後呢 她也接受川普的委任 就來台灣跟蔡英文見面 表示她非常支持 支持中華民國 然後呢 這個孫小雅 她當了AIT的這個處長之後 就等於是駐中華民國的大使 AIT是一個情報中心你知道 然後 AIT不只是 政治中心 外交中心 對 她也是一個情報中心 那當然香港的人也撤回來 香港跟大 因為反送中 很多人撤回來 65公頃的AIT 在內湖那邊 動輒周邊房價110萬以上 內湖我想80萬就買得到 那邊可以多賣二三十萬 可是那邊是一個非常安全 非常重要 而且非常就是 反正就是個地標變成 不只是這個 也是房地產的地標 在整個內湖 那這個房價非常高 所以AIT有多重要 它不只是台美溝通的橋梁 而且是情報蒐集中心 不只蒐集台灣的政治情報 也蒐集亞太的軍事情報 大家還記得嗎 去年11月突然之間有一架 美國的行政專機來到台灣了 很突然 而且停了時間很短 上面載著誰呢 載著一位美國的少將 當時大家就說 他為什麼突然來台灣 其實就是跟台灣討論 台灣成為亞太軍事情報中心 建立這個軍事情報網的 關鍵角色裡頭 到底要扮演哪些任務 所以我們談到軍事 AIT非常神秘 65公頃 據說新的AIT 其實就是一個小五角大廈 我先補充跟阿關講到說 美國那個海軍少將 Michael來台灣這件事情 他什麼時候來的 剛好是我們潛艦國照 要開工的時候來的 我們潛艦國照 這麼巧 這太巧了吧 我們潛艦國照 坦白講啦 百分之四十以上的技術 來自美方 如果沒有美方的協助 只要任何一個人 會出問題 其實潛艦國照 我們是做不下去的 做不下去的 在這個時候來 有兩個可能性 第一個可能性是 確保台灣從美國獲得 這些技術管道的順暢 第一個 第二個 來看看台灣是不是也 從別的地方獲得技術了 來做個預防措施 因為如果台灣 在別的地方獲得技術 對美國來講 我就不是獨家可以控制你的 所以在這個時間點來 是蠻有趣的 那你剛剛提到AIT那個地方 AIT那個地方 剛剛小萍有講 進行很多秘密任務 是的 是的 這個地方又 我從軍事來看 它那個地方是 是按著山腰這樣子 蓋起來的 這什麼意思 就是說 大家看背後有個山 這個在我們軍事上 叫義守南宮 義守南宮 有地利之變 對 所以為什麼 剛剛阿關講 是類似五角大廈的結構 它意思就是說 它類似五角大廈 就是一個義守南宮 這種蓋的方式 其實特別 比較有趣的事情 在哪邊呢 那時候大家在傳 AIT門口站的都是保全 是 再講 那是保全嗎 還是美國的海軍陸戰隊 這個差別很大 如果美國的海軍 如果是美國海軍陸戰隊 這不是小塊事情 這差別很大 當然 如果是美國的海軍陸戰隊的 那個警衛隊 一個班或一個牌 站在那個地方的話 那是不是代表我們平處談 這個事情很大 所以那時候談得 會不會洋洋的 我覺得這可能性是滿高的 為什麼 今天AIT已經結構成 這個樣子 情報中心 尤其是香港的情報中心 可能撤掉之後 它亞太只能在台灣 那在這個重要的一個地方 萬一有一天 我們記不記得去年 我們在節目上看到那個 北京官大使館 那個燒文件嗎 是 萬一有一天的時候 要撤的時候 誰來 需要有軍人 來把這安全措施做好 包括機密文件措施 包括人員撤離 就前陣子那個 那個 美國 美國不是有三個參議員 來台灣訪問嗎 三個參議員來台灣訪問嗎 所以有人說是 演練美軍到台的住院 也有人講說 演練美軍撤橋 也有人要這樣講 所以在那邊 在AIT裡面 駐陸戰隊是可以想像的 那就從陸戰隊在談起好了 其實 我們就是在美台之間 軍事中的互動 我們可以用那個 斷交前後來做個分業 斷交前是一個模式 因為斷交前可以明章目暖地做 斷交後又是另外一個模式 那我們先從斷交後 比較近的就是 2019年的一件事情 2019年 也就是這張圖 就是在報上 披露上這張圖 這張圖是什麼樣的圖呢 是美國海軍陸戰隊大學 他們在做一個兵推 這個兵推在做什麼呢 他們看的是台灣 他們在台灣 台灣做一個兵推 是在進行台海 如果發生戰爭 他們的兵推 對 陸戰隊在台灣 要做 大家注意到 這個是很敏感的一個動作 好 就從這件事情來談巧了 好 在2019年的時候 其實在這個兵推做的同時 同時 美國陸戰隊自己有一個 他們網網上自己有個新聞說 我們最近這六個月 對 我們陸戰隊 在亞太幾個地區 有做演練 那幾個地區 如果有日 韓 我們覺得很正常 對 有菲律賓 我們也覺得很正常 也很正常 也有台灣 不過這件事情 確定有台灣嗎 當時 但是當時的國防部長 嚴德法有否認 他說沒有路徑紀錄 沒有路徑紀錄 當然沒有路徑紀錄 沒有路徑紀錄 美國海軍陸戰隊來台灣 怎麼會有路徑紀錄呢 國防要這樣講 就是有路徑也不能有紀錄 那事實上 從那個時候到現在 前陣子不是說 在新竹的聯訓中心 有人喝牛奶 有人鮮奶跟奶粉 那就是美軍在台灣 所以在那個時候 到底有沒有路徑紀錄 不是重點 重點是在那個陸戰隊 官網自己有披露的新聞裡面 有提到說 有一個聯合演練在菲律賓灣 菲律賓就是台灣東南方的地方 有個聯合演練 參與了國家 有日本 韓國不意外 有菲律賓不意外 有澳洲不意外 有印度 稍微特殊一點 竟然也有台灣 關掉前期其實是美國跟 就是美台之間軍軍事合作 我的觀點是 戰略的合作 多於戰術的合作 什麼叫戰略合作就是 不要讓戰爭發生的合作 多於直接戰術攻擊的合作 什麼意思我想想看 那譬如說 大家都聽說 台南共軍基地 有美軍的核彈 那是以前 以前嘛 對不對 那這個東西也揭秘了 確定有 確定有 也揭秘了 但是後來移走了 對不對 移到菲律賓去了 那這個 這個就很明顯的是 這種戰略合作 除了這個之外 還有一個很明顯 大家知道很清楚的是 南方公司 聽過吧 就是當初 那個 黑蝙蝠中隊 黑蝙蝠中隊 黑蝙蝠中隊是什麼 是美國的情報局 所在美國設立的一個公司 這個公司幹嘛呢 來台灣跟台灣空軍合作 去中國大陸收集情報 收集情報 這個可以算出一個戰事作為 可是這種戰事作為 對美國來講是情報合作 情報合作 那 這個是在斷交之前 很明顯的可以做 當然也傳說過有件事 就是這桃園龍潭 我住的一個地方 美國曾經把特戰隊 直接一個連戰隊 幫我們訓練特戰隊 我覺得也有可能 為什麼現在六棟妖旅 就是陸軍的特戰都在那個地方